這是一個所謂的政府的Fair Pharma Care 那如果可能有同事有吃藥,一年吃藥超過一千塊以上的話 我會建議要跟政府register這個Fair Pharma Care 那其實Fair Pharma Care它的功用呢,它是一個政府sponsor的drug plan 那有一些藥,政府的plan大概會sponsor大概七千多種藥 那保險公司呢,如果你只吃藥,你一年吃超過一千塊 可是你沒有申請Fair Pharma Care,它會先把你的drug card停掉 它會先把你suspend掉,然後寄封信跟你說你申請Fair Pharma Care有沒有 那如果你沒有申請,它就一直停 你申請了,然後跟它講,它才會幫你恢復 那它的原因是,因為其實有一些cost是可以轉嫁給政府 那這樣子對你們的plan long term sustainability也是比較好 那當然如果各位吃藥,你也沒有吃藥一千塊 那你不用擔心,如果有超過一千塊或是將近一千塊,我會建議去申請 那什麼申請Fair Pharma Care有兩個方法 那第一個,你就是上網打Google DCFair Pharma Care 那它的網站出來,你直接在網路上申請 第二個,也是上網Google,但是它有個電話,你可以打去 那你申請這個時候呢,他們需要的有三個東西 那第一個東西是你的MSB的號碼 第四個東西啦,MSB號碼 第二個是你的出生年月日 那第三個是你的Social Insurance Number 然後最後一個呢,是你去年報稅的那個income 因為它是如果你的income賣決定,它要贊助你多少錢 所以,你會想要不要再用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到手上的衣物 的話,直到兩位,你也會做任何地方 就是一個芒,你吧 然後,你再爽快一點 存在啊,我愛一下